今天是从这个余大宝散步事件说开去 那么在说这件事之前呢 我想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 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 大多数球迷 他只是通过网络或者电视的直播 来收看比赛 大多数的 那么这些人当中呢 有的是持续关注的足球的人 也有的呢就是那些呢 我们所谓的 想起来就看 或者是有了就看 就是这种球迷 这种球迷呢可能平常 他不见得关心足球 但是呢因为国足呢 是中国体育的第一大IP 所以但凡有国足的比赛 改成时间合适 基本上就看不 那么呢在这种收视的 这种基础的条件之下呢 那么谁对普通球迷 最有可能产生影响的 是解说员和评论员 因为他第一时间看的比赛 就是解说员和评论员 第一时间啊给你的解说 或者是解读 那么如果呢 说这个人平常呢 对足球的理解 基本上属于空白 他只是单纯的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有这样一场比赛 关注的人多 他也所谓凑热闹一块看 那么显然 他自己独立思考的足球的能力 是不具备的 他可能眼中是谁赢了 谁进球了 哪个产球特别狠 哪个黄牌 或者哪个过人特别漂亮 他就基础的认识 只在这个层面 他但凡再往上走一步 比如说阵型的演变 比如说攻守转换 比如说一些相对 复杂一点的配合 比如说大范围的转移 比如说局部跟整体之间的关系 比如说球员场上的位置 这些东西 坦白说 对一般的球迷 你还别说是平常不怎么踢 也不怎么看 只是到国足 或者到世界杯 到欧洲杯水 看球的人来讲 这些东西一定是难的 他平常也不思考 他也没有实践 所以他会呢 更多的是依据 解说员和评论员的解读 来作为自己 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也就是说呢 在足球场上发生了很多事 如果解说员和评论员 不提 不说 他甚至都不认为 或者他都没有发现 他的存在 或者是他看到了 但是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吧 你比方说 如果我们不懂 天文 我们在天上 能看到很多星星 但是我们绝对 不会把某几个星星 给他认为 是一个北斗七星 我们不会把几个星星认为 这是狮子座 或者是 这是 这个 猎户星座 对吧 这个很简单一个道理 因为呢 我们能看到 但是我们不知道之间的关联 对吧 就比如说 呃 有地震云 我们看见了云彩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地震云 是吧 但是了解的人 他一说这个云彩叫地震云 哦 我们才知道 这叫地震云 比如说 这个呃 对某一个领域 这个很专业的 比如说 这个车 这个车 他一打 一打火 咱们听呢 听到的东西 就是翻过去 嘟嘟嘟嘟转 那么行家里手一听 说你这个 说你这个车呀 哪有毛病 对吧 我要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 望闻问歉 中医 老中医 望闻问歉 他看你 他就能看出来 你什么 哪有病 扁鹊见齐桓公 对不对 那扁鹊就能看出来 齐桓公 有病在肌肤 有病什么在骨头 或者等等等等 那么老中医这一号卖 咱们天天摸着卖 咱也不知道这卖意味着什么 所以呢 这个 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 所以呢 他不见得看到的就能理解 或者是他看到的不见得就能理解 对 有的是根本就没有理解 有的是可能理解偏了 这个是基于什么呢 基于他的实践和理论 认知 对吧 你比方说这个唱歌 唱歌呢 这个人他一唱 那专业人能听出来 他这个声音的发声的部位和方法 那像咱们 音芒 那就是好听还是不好听 一个曲子 柴科夫斯提 或者是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肖邦 那杭家里手能听出来 这个曲子的节奏 曲子的结构 甚至是曲子的情感的表达 那对于我们来讲 不了解 我们只能听 好听和不好听 我这能解释清楚吗 也就是说呢 足球在中国很烂 但是足球本身是一个专业 也就是说 很烂的一群人 他踢出来的球 他里边也是有专业的 对不对 只不就是水平 可能啊 跟以前 跟人的那个 高水平的足球的没法比 但是他踢球的 这种方式和方法 在场上的思维 和对比赛的阅读 等等这些东西 是专业的 是专业的 他就好比是 中医切脉是专业的 不是说谁摸着脉 都能摸出来 子无摸摇 这一点我相信 大家能够理解 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 看球手怎么看呢 就是接触员 为什么在中国 长时间的 这个 这个接触员 实际上是说员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部分人 连他 他关心的只是 这个人 咱说命的 多高啊 多少身价啊 什么时候来的呀 踢什么的呀 基本上是 哪个国家的 这些东西 对于一些 凑热闹的球迷来讲 都不了解 或者镜头一扫子看台 这谁呀 那你要说 你了解 你把这事说出来 那球迷就觉得 你看 这家伙懂 为什么呢 人为什么说 这个 他会夸这人懂呢 是因为他想知道 你告诉我了 这就叫懂了 有一些事呢 是他不想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这里边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你说出来了 他会觉得 哎呦 这是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 并且他第一时间 接收的东西 就形成了 他对这件事物 或者是这个人的认知 对吧 有的是 我想知道 你告诉我了 有的是 我根本想 我都没想到 这里面怎么还有这事呢 哎 你告诉我了 那我就觉得 你干嘛 哎 或者是我接收到了 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 我是之前 我都想到都不想到 怎么回事 哎 那么这个就是 足球的解说员和评论员 之于中国绝大多数 并不是说 长时间关注足球 自己也几乎从来没有足球实践 平常也不怎么对足球有深入了解的 比如说一般的球迷 或者是统称为球迷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们的认知 就会就会决定了 他传递给球迷什么 球迷可能会第一时间就接收到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绝大多数的美球迷 或者是中国绝大多数的球迷 所谓的球迷 他不爱足球 他也不热爱中国足球 那么他们眼中的男主 就是浑身有问题的一个病人 就是随便可以侮辱谩骂讽刺的一个对象 他眼中的这些球员 除了在某一个阶段 比如说规划球员 是吧 或者是某一个阶段的无垒 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 可能有不错表现的球员之外 大多数都什么人呢 挣着很多钱 球场上看不到他们进球 丢脸之人 对吧 这是大多数这个所谓基层球迷的基础印象 好了 那么如果你对一个人的基础印象是这样的 那么你在看他的比赛的时候 你很难能够接收到对他的夸奖 相反 你对任何 对于他们在比赛场上的一些 作为的指宅 或者是批评 将会格外的 有加强信号的接受 这是一个心理 人只愿意相信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 人只愿意听到 自己愿意听到的话 并且牢记在心 不愿意听到的话 基本上就不愿意听 直接反弹回去 或者是直接起来进行某一种反驳 这是一个接收心理的问题 受众心理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 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关联 决定了什么呢 决定了就是在中国 现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你任何有意或者无意之间 对于中国求援的指摘 尤其中国男族的求援的指责 都有可能迅速演变为 一种全民接收的一个信息 这是逻辑 对吧 因为普遍的认知是这样 或者是普遍对这个事物 或者这群人的看法就是这样 先不管对错 那么当指他本身就已经用 有色眼镜在看这群人 那么一旦又有一种声音 符合他们这样的一种接收心理 那么这样的批评和指责 迅速的就会漫延开来 他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群众有这样的一个接收基础 相当于他有这个市场 这个市场是存在的 就等你生产出产品的 这个市场是有的 大家都等着牌号 或者是摇号 或者是手里边拿着这个什么卷就等着这个产品出来 出来之后我好去使用这个产品 对吧 那么好 在足球比赛当中 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本身可能连这个人 绝大多数的 这个所谓的球迷 本身都不注意的 但是你的解说员 或者是你的评论员 或者是你的自媒体 将这一点无险放大 并且或者是 错误解读 但是最终 你的指向 是指向这个市场 你的指向 是指向的这个市场 因为这个市场 嗷嗷代谱 就等着 有这样的问题出来 就像昨天晚上 中国队没输 中国队没输 实际上这个市场 就造成了一定的混乱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 这球输了 这个市场就会喧嚣起来 但是突然之间没输 等于说这市场 一下反应就 很紊乱 大家都拿着钱 都准备要收费呢 可是突然之间 告诉这批产品 没过来 没有投放到市场上 这个时候就这样乱 对吧 所以有的人 第一时间市场的反馈就是 什么呀 我还以为赢了呢 对吧 这什么呀 你别看这比分 你看这过程 对吧 你剩下几次 就来了 你发现了吗 你发现了吗 也就是说 中国对一比一平局的 这个结果 和大部分的市场的期待 是出现了偏差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又非常的悲哀的一个现实 就是一个国家的国祖 男祖 居然在这场比赛之前 他整个的市场 是期待着一种产品出来 就是输 你发现了吗 全世界 只有 我想大概只有在中国 有这个市场 这真的是个市场 这里边还真的有钱 所谓钱的流量 所以我们回顾一下 从无锡躲球 其实它是一个人为 制造出来的 一个中国足球消费市场的 全头产品 无锡躲球了那一刻 就连我 这样看这么多球的人 我都没反应过来 这里面有什么问题 但是不知道是谁 通过自媒体 把这个 无锡的这个动作 进行无限的这种渲染 和放大 投放市场之后 迅速引发 强烈的市场反馈 销路 相当火爆 接下来再加上 可能在公共媒体平台 那么相关的这个 解说员或者评论员的 一个 血染 就再一次提醒 等于说呢 又点了一把火 使得无锡 彻底射死 所以无锡躲球 最后变成 联系到海参阁 海参其实也是个市场 一般来讲 说中国队 说这个做了一个广告 一般人来讲 看都看不着 但是呢 由于无锡 有这个躲球 接下来海参又出来了 躲球加海参 就相当于啤酒加羊肉串 直接就变成了火爆 夜市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香 网红产品 那么接下来再有天油加速的 再有轮番上阵的 再有拱火的 于是乎到现在为止 海参出了苗 一个海参和中国国小和中国国祖高度的联系在了一起 你说海参招谁惹谁 但这个就是中国足球现在的舆论消费市场 就是 那么我说的这儿呢 我想说余大宝这个事 余大宝这个事 我昨天解说的时候 我没有提余大宝 我提的是戴伟俊 戴伟俊突破了两个人之后 继续想向前突 由于对方中路高度密集 一会儿我视频分析 那么戴伟俊呢 就不得不向回待 对方又深巧 当大了 被对方截断 那么此时 相当于中国的 国家队的这个进攻 在中前场一点点 终止 导致必须得全面回跑 然后我说这个球过了两个人很好 那第一时间应该传了 应该出 这是我当时解说的 呃这个原话 那么紧接着 我当时有点奇怪 就有人告诉我 现在已经开始骂余大宝了 我说不退吧 就大半夜的 就大半夜的 就是怎么怎么突然之间 这个余大宝就开始成为了 万中唾弃的对象 一共就两脚射了 余大宝踢了十来分钟 还有一次投球 所以我跟大家解读的是 呃 李肖鹏上于大宝真正的目的 其实就是为了等待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争取让他投球 还有一个 当然张雨云已经没变了 这两个原因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他可能有点惊艳 他有点惊艳 打反击的时候 他能够把球控一下 然后看看有没有机会 两翼上去之后 给予对方的一定的骚扰 或者是实质性的打击 但是我非常奇怪 就我纳闷了 我说怎么 当时想了一下 我说怎么可能呢 我只是归结为 哦 他们这个 反正球没赢嘛 没输嘛 没输呢 总得因为发现嘛 没发现出来 比如说这事啊 输了才能够全释放出来 没输呢 不好释放 因为这个市场就是奔着输去的 这是一个等待国足输球的市场 突然之间国足没输 那么这个市场的这个能量 怎么释放呢 就得找出突破口 到我这骂的第一会员的进不来 抖音我也观点问了 骂国足嘛 又觉得不对 人家你看我看比分 人家这个没输 你说我这骂人家合适吗 不合适 怎么办呢 我当时以为呀是找一踢个羊 找到虞大宝 但是我还是奇怪 这个市场的反规 怎么这么快呢 直到今天早上 从我起来 我才明白 是某一路的解说员 说这事 那我就明白了 因为呢 现在大家看球 基本上都是靠网络 尤其大半夜 谁举着这事啊 那么这个网络平台 大概就这么两三家 你一般人倒播 不是穷你得找着 是不是 那么我呢就开始听 咪咕的解说 梁祥宇跟贺宇吧 梁祥宇 一过二漂亮 这就丢了 丢了之后呢 贺宇 也就是说他是闭绝 他说那这个球呢 应该是早一点传出来 因为他已经是金融前面 第一个人了 哦 我说贺宇 可以 这个解读是对的 这个解读 我一会儿再告诉你 为什么是对的 那么我当我又 找另外一个视频员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问题出在这 就这位解说员呢 就是高呼 余大佬 你怎么跑起来 你得多跑两步 完了 你看 你想 这样的一个说辞 在当时 如果是收看这个 平台解说的 不论是普通球迷 美球迷 或者是等待这个抓产品的 这些自媒体 他一定是如获至宝 因为这个话语 是明显带有着 对余大佬 在这一次进攻当中 行为的这么一个批判 和指摘 理论上呢 这个没有问题 就是理论上啊 求足球解说员 去评论 这个场上队员的 行为的对错 或者是指出他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夸奖 这都是没问题 这本质 但是呢 就说在中国现在的 这个足球舆论环境之下 在中国的绝大多数的 伪球迷 包括这种无良的自媒体 对这个足球 国足的输球市场 以及国足的负面新闻市场 极度渴望的背景之下 那么任何一句 对于国足 以及国足 这个球员的 某一种指责和批评 尤其是局部的个人 那都是具有急剧杀伤力的 还记着之前 张熙哲 当时规划如日中天 说有一个球 张熙哲中场打了 规划都在前叉 张熙哲选择了回台 记了吧 记不记了 大家记不记了 张熙哲是怎么死的 射死的 张熙哲就是这么射死的 就是一个镜头 他老外 不是规划都在前叉 他呢 一转身 不回台 所以张熙哲被盯在了 所谓的持组助场 这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排斥规划 是因为他 能传出球 他不传 他非得往违反 这个东西 就被定义为 有罪 所以张熙哲就这样了 那么至于说王刚 可能啊 这个反正是上去下来 反正或者失误 或者怎么做 反正做一个集请 王刚已经射死了 射死了 王刚 张熙哲 余大宝呢 因为打澳大利亚 对吧 第一场比赛 也出现了 余大宝本来 再加上余大宝本来 就属于黑名单上的人 就属于国安三宝系列 就余大宝就给人感觉 就基本上不用带着的人 就不该带余大宝 大宝就不该带 连北京国安的球迷 时不时都会骂余大宝 说你赶紧的吧 哪来不哪歇着吧 对不对 连政治高薪带着队长秀标 是吧 完了比赛当中 出现了争执 你还去跟对方笑 等等 有没有国安球迷 国安球迷对余大宝 也是基本上属于 嗤之以鼻 当然 可能有的念起 可能为国安也做过贡献 但是呢 反正对余大宝也没什么好话 对吧 余大宝人生最辉煌的时候 就是那年 在长沙 1比0赢韩国 王永贵小球 余大宝进了 从此 给余大宝呢 过了一两年好日子 但是后来呢 随着改位置 对吧 李皮也不招了 因为李皮是招前方位 他招进去了 说打后位 我是不招他 所以余大宝更多的精力 就在北京关了 在北京关呢 也表现有的时候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 更多的显示出来 年龄比较大了 移动比较缓慢 是吧 然后被人打身后 位置站不住等等 那么有一个问题 就是李铁和李肖鹏 为什么 他都用过余大宝 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用这个阴谋论 那就说余大宝给李铁钱了 并且也给李肖鹏钱了 至少是两吨海参 所以李铁才会用他 所以李肖鹏 居然昨天也用他 但是呢 我想给你解释解释 余大宝肯定 不在最好的状态 余大宝的整个的 这个竞技的能力和水平 一定是在一个下降的通道里面 但是余大宝呢 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 你要用他后卫啊 他出球不错 他的出球 因为现在讲究呢 真正的进攻啊 是从 甚至从门下 或者是中卫发起 由于中国队啊 在十二强赛当中啊 本身的这个能力水平有限 那么也就是说呢 要想通过后场 逼了扒了 逼了扒了 倒上去 是比较难的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 简单的穿越穿球 就是我这一脚 从中卫能找到前腰 至少能找到后腰 也可能弄不好 能找到中锋 就这种穿越性的穿球 其实 余大宝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所以 李铁 他呢 在对这个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啊 他用了余大宝 就是他希望 就是余大宝呢 在中后场 通过倒角过程当中 然后突然间的 这个向前的穿球 能够呢 帮助中国队啊 打透 对手的第一道防线 或者是第二道防线 能够直接对接到 对方的后卫线 来完成 对对方的攻击 当然了 可能 整个的这个思路 是好的 但是在比赛当中 所遇到的 现实是残酷的 比如说余大宝呢 不仅可能没有 展示出来 这方面的特长 因为对手的压力比较大 或者是 一些什么样的原因 反而呢 暴露了自己 在这个防守端的 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说白了 国安球迷更清楚 就像洛国富 到底是什么体能 其实恒大的球迷最清楚 所以余大宝呢 就被定义为 这个不该带的人 所以当国家队 李肖鹏一公布 国家队的这个名单 怎么很多反馈事 怎么还有张希哲呀 张希哲凭什么 穿10号 怎么还有余大宝啊 余大宝何能何能 还能够在国家队当中 出现 你看 所以余大宝本身 说白了 就是苍蝇不丁 无缝鸡蛋 你想 连无锡这样 过往没有黑料的 就是没有被警告 计过计大过的 留校查看的 都已经 一个动作就死了 就射死了 那么余大宝 半个动作 就基本上 二屁潮凉 这是一个受众心理 这是一个受众心理 也就是说 余大宝不出事 很多人都 就指日连连 这是余大宝 又出了事了 那就基本上 所以今天 余大宝射死 宣布射死 好了 这是整个的背景 我说的够清楚 是这样 我提一个沈祥福 沈祥福曾经被 诟病的八个字 还记着吗 宫中带手 手中带宫 对吧 也就是说呢 在中国的足球 就国字号 目前的这个水准 如果你进攻 忘了防守 那基本上 就是灭顶之灾 比如说 这个 有一年 沈祥福带着光 打十一 国庆 打韩国光 开始还不错 临了临了 88还89分钟 中国队一个角球 这个角球发起来 啪 韩国队开始 打反击 现在我问你 还记着吗 还记着那个 突破的队员叫什么 记着吗 我看看我们岛名上 有没有球名 突破和禁球的 韩国队员叫什么 韩国的矮个子 崔成国 成武 例外 禁球的叫曹宰珍 而在中场 没有遏制 对方崔成国 带球的人 叫王栋 王栋应该感谢 在那个年代 没有互联网 如果有互联网 王栋 那一天 就是他 社会性死亡的日子 你想 现在这么多人 都记着王栋 对吗 那么沈祥福60多岁 当他总结出来 宫中带手 这四个字的时候 其实是中国足球 过去很多 失败教训的积累 就总结 就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 会忽略防守 比如说 球权在我们这 到了前场了 我们正在那准备配合 下地传冲呢 这个时候 对方留在前场的 一个中锋 一个前腰 我们就没有 重点的贴防 等突然之间 球权转换 对方 再往回两步 一回接 之后 接球一转身 前锋在一起插 插一个身后 死了 死了 手中带弓 这事不好办 因为进攻 说句话的话 是打到点算点的 弓中带手 是必须要去做的 如果你一个队 弓中不带手 你就看吧 巴黎是怎么死的 几乎所有的 这种强队的翻车 基本上都是 在进攻的时候 忽略了防守 比如说 巴黎打马连 巴黎打黄马 是吧 当时内玛尔在左路 拿球之后内切 找梅西 这是一个标准的 进攻状态 但是球里断了 然后 莫德里琴 一路带球 完了 分给这个 维尼修斯 最后丁光武斯 放进了 就这么简单 所以连世界豪门 都在追求着 这种攻守兵衡 或者是在进攻的时候 忽略防守 出现了问题 那么可想而知 中国队 中国的 国字号的队伍 在进攻的时候 对于防守的 这种重视 是必然的 是应该的 所以沈祥福 说出来 攻凶带守的时候 遭到了群仇 这恰恰说明 绝大多数的中国人 乃至于球迷 他对这四个字的理解 也比较浅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进攻就是进攻 你攻凶带守 他会想到是 自相矛盾 但是呢 攻守之间 他这个瞬间转换 的确是存在着 这种关联 他并不是割裂的 所以在基础认知上 绝大多数的球迷 如果你群朝过 沈祥福的 攻中带守 你就不可能 再去分析出来 去 你没有足够的能力 去分析于大宝 的行动 是错是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今天会员车也说了 就是在小将基地 那么 我们进行足球比赛的时候 当球在我们脚下 肯定是进攻状态 大体上是进攻状态 当然也有是控制 是属于进攻状态 那么进攻的第一目的是进球 就不用说了 你拿个球往前带 你拿个球往前传 蒙管是长传短传斜传 你的目的是为了 要进球 对吧 这个不用说吧 防守的目的 就是不丢球 不丢球 对吧 那么进攻的第二目的 这一般人就不知道了 一般人就不知道 怎么什么进攻 还有第二个目标 进攻不就是一个目标 就是为了进球吗 第二个目标是不丢球 因为你只有不丢球 你才远离了 被对方打反击的这种危险 因为球在你脚下 另外一个呢 球在你脚下 你不丢 你就会相对来讲 是处在体能 节省阶段 因为防守是被动的 球在你脚下 球比人跑得快 那么一旦丢球 会怎样呢 我们估计也不说 说你这一丢了球权了 然后被对方进了 不一定会是进 但是呢 就意味着呢 你整个的人 整个的球队 你要迅速的挽回 进行逼抢 延缓 包夹 回追 补位 对吧 那么相当于 你一个球权的丢失 你会造成整个队伍 这个体能的 这种消耗 离的队性的 得上去延缓 逼抢 包夹 离的中距离的 得观察 得拦截路线 或者是局部盯人 远端的 咔啦啦啦 就把鬼跑 赶紧落魅 就等于说呢 你的球权的丢失 一次就会造成 这样的一个击飞狗跳 那么你频繁的丢失球权 那就是频繁的击飞狗跳 那你的体能 你的精力 就会 大把的消耗在 就这样的丢球当中 当然足球比赛 能有不丢球的吗 不可能 维希失去球权 一场比赛多了 也得十几次 那么这里面 于是乎就有一个 就是 说法叫什么呢 保护性接应 保护性接应 我今天说了个 保护性接应 全网炸了 他认为呢 这个词是我自己造的 他认为这个词 是我自己造的 因为他不理不理解 他什么能启发到 什么保护性接应 什么叫获得性免疫 缺损综合症 你就跟我直接说 白血病不就完了吗 白血病大家都知道 获得性免疫 缺损综合症 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是一个事 诸葛亮都知道 是吧 孔明不知道是谁 保护性接应 什么叫保护性接应呢 人的斜后方 或者是身后 做好接应 和保护 两个功能 保护性接应 就是有保护的功能 有接应的功能 这叫保护性接应 你比如说 我这个边峰 我这个边峰 带球上去了 我这个边峰 带球上去了 那么如果我的 这个中备在这 然后我的后腰上 前腰上 前峰上 边峰拉开 那么想一想 如果是这种状态 那么一旦 这个球丢了 这个球丢了 对方迅速的 就会把这 你跑在前面的这些人 都失去了 瞬间失去了 防守功能 我说的对吗 那么如果说 他这个人 带球 对方又回来 但这儿有一个人 这儿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人的功能 就是保护性接应 他第一的保护功能在哪呢 就是一旦 这个人断了 丢了 他第一时间都上去通路 对不对 这是保护 对不对 因为他拿球 对方有防守 或者甚至是两个人在防守 他这个时候 如果再往上上 万一被断了 往上一走 这些人全都 就没有防守能力了 所以在往往在这个时候 根据他的情况 进行保护性接应 世界上保护性接应 做的最好的 是布斯克斯 是布斯克斯 你看他永远都是在 佩德里 弗朗基德隆 或者阿尔巴 在斜后方 他去接应 球 能过去最好 你能找人打下去 也无所谓 反复在这站住位置 如果你一旦丢了他地线上 如果你决定说 不往那边打了 没问题 你给我了 我直接一脚就转移了 这叫保护性接应 可惜 很多人认为呢 这是我身边乱闹了 那么 我们回想 武大联赛的很多的比赛 有很多的中锋 对不对 有很多的中锋 中锋 啪 一战装 卢卡库 他往回一敲 给芒特 芒特往前一速 哈佛斯 齐耶赫 插上 就这种东西 是在高水平的比赛当中 经常出现 经常出现 也就是说 这种保护性接应 其实是足球比赛当中 是非常常见的 也是比较普通的 一个进攻的 一种接应方式 叫保护性接应 当然有前插 有拉开 有出接 这没问题 那么当你拿球 带球的时候 你的队友 第一 在中锋位置上 可以出来 是不是 突然间出接 你给他 你在这一侧的队友 可能突然间拉开 你给 那么可能还有后排的 这个出接了 这个怎么着呢 这个前插 你打这身后 这没问题 但是 当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你的身后 有鞋后方有一个队员 这个队员 就是保护性接应队员 而不是说 你球就上去 都往上走 那么一旦丢了 后果不开始 好了 这是关于这个 进攻的第一原则 进球 第二原则不丢球 接下来是保护性接应 保护性接应 好 这是第二个 那么呢 接下来 我们要考虑的是什么呢 就是 中沙之战 进行到 七十四五分钟吧 那么余大宝上场 金镜报 余大宝 那么余大宝上去 第一是张玉宁 体能消耗 几乎 殆尽 你必须得有 这么一个人上去了 那么后来相关媒体也报道了 为什么没上谭龙呢 是因为谭龙有伤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一点呢 我觉得就是 余 他为什么上张玉宁 是因为张玉宁呢 他的这种中锋属性 是具备的 张玉宁尤其是 争投球 没问题吧 因为中国队没办法 只能大小开长团 第一点都得是 这谁 这个张玉宁去争 那么好 在投球这方面 余大宝 是有点心得的 也就是说 投球技术 余大宝可能接近张玉宁 就换言之 如果中国队 沙特队压迫比较大 中国队只能开大条 那余大宝去争定点 这是第一个 就是在 在这个功能上 第二一个呢 余大宝 他不属于 这个高速前叉的类型 余大宝 他 他打什么比赛 他都属于那种啊 叫 再早年前 可能他打过边风 那么在中锋这个位置上 其实余大宝 真正的表现的 特别好的 并不是说特别多 他肯定没有高林 那么更适应于 一个中锋的这个角色 杨迅 高林 这都不是 余大宝这个类型 他有点像个组号吧 因为他有一定的技术意识 就他有一定的 组织传球的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说 他最后能打中魅 如果他没有 他只是一个大帮子 对吧 他没有技术意识 没有比赛的阅读的基本能力 他就是靠身体 他怎么能打中魅呢 就为什么会让他打中魅呢 可不是所有的中锋 前锋都能打中魅 不是 那你要那么说话 有一天来万 去打中魅去了 或者是这个哈兰德 有一天去踢中魅了 这个因人而异 所以呢 这个余大宝呢 就等于说 在这个时刻 被李逍峰派上场 第一 除了他也没人了 因为弹龙有伤 那你说在上谁呢 中锋的位置 你再看看替补席上 郭天宇也没来 对吧 然后艾克森也没在 什么阿兰什么洛国富 这几个都没有 没办法 只能上他了 对吧 只能上他了 你不能说上同美去踢吧 张锡哲 同美 王春秋 这都踢不了呀 所以就只能是 古卡林体 对 这位朋友说的非常对 就是呢 其实你往大的说 你就把余大宝当成 假的C罗 就是C罗现在踢球 他除非是到禁区前沿 他的前差是可以的 剩下的他都在接 他是接完了 自己过边手 他传出去 他才慢慢往上 他绝对不会说 你必费拿了球了 你踩油门上去了 很少 非常少 那么余大宝 可能从现实的身体状况 或者踢球的习惯 或者是主观思维 他已经绝对不是属于 一踩油门 向上走的行 所以呢 余大宝上去 首先你就说 李逍鹏 你为什么要上他 这里边没有阴谋 因为没有人 你除非就说 你为什么不早点带谁 你说带谢维军 中方 还是说带王子明 或者是巴顿 这是另当别论 那就说 除非是余大宝 确实是不行了 那咱们往回倒 倒倒说 你为什么不带王子明 但是现在没有王子明 没有王子明 李逍鹏 你不能说他 说他带队 就打平了沙特 你还说他 这不行那不行 就没意思了 对不对 你说你为什么不带王子明 你为什么不带巴顿 你为什么不带杨迅 那这个就能够 往回倒了 这是女人吵架 一倒倒到2006年 9月25号 为什么那天下雨 举着伞 你呢 自己打着伞 你把我那半边给淋湿了 这就没意思了 2022年的吵架 直接干到2016年 对不对 所以先解决一个 李逍鹏为什么上余大宝的问题 先解决清楚 没人 另外一个上他呢 第一 往前打 投球能摆一下 第二呢 就是万一有一个 定位球呢 你看主带余大宝 一个小球挺一个嘛 要来给他服一下 万一真 发服了呢 不是发服 发妹啊 发服了呢 所以在那一刻 李逍鹏换一大宝 没什么问题 至于说他表现的好与不好 那是 那是他实战的表现 但是你就像任何一个教练 说我派一个队员 我也不可能保证他 每一分每一秒 或者正常比赛都得好 那要那么好 他就没有换人了 就没有换人了 你说不对 你事业明帅 你可能也会用错证 或者你用他的时候 这回他的状态不好 你看这贝尔 你安静罗蒂不用等 回到贝尔士 帮帮两个进球 怎么解释 你是说威尔士教练厉害 还是说安静罗蒂不厉害 还是说贝尔 一会儿厉害 一会儿不厉害 其实都不是 那也可能贝尔 就正好状态就到了 就在这个比赛当中就发挥了 回到国家队 一下就腾飞了 那也可能 那你说这状态 在狂马 一分钟都打不上 那你怎么解释 所以这东西 跟他的心情 心理 情绪 状态 或者是对你的地位 方方面面 都有很多的关系 那么李逍峰上他 肯定就是 第一 没人 第一 定位球争取 能顶一个 是一个 没办一个 进攻的时候 前场他有点分球能力 能控一下 就节奏 别要丢出 好了 这就是 余大宝上场的 这个开箱过 好 我再问一下 从刚才那第一段 我讲的第二段到这 有没有大家认为不对的 有没有不理解的 有没有 就有没有我强词夺理的 有哈 还有哈 有你说吧 就是你有的话 你说我哪 哪说的不对 就哪一点说的不对 或者你觉得说 不该上余大宝 或者是你上余大宝 有没有逻辑 没有吧 好了 三段论 第三段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我是讲完了 第一段的传播学 是不是 传播学 接收信息的方式和方法 然后老百姓的 大部分的心理 以及流量时代 自媒体的 攫取的目光 等待着什么 那么迅速引爆了什么 对不对 那么从海参 到 从这个张希哲的回传 到 无锡的躲球 到余大宝的散步 其实这是一脉相承 一脉相承 也就是说 整个的这个市场 对于中国男族 急需的 这个特别畅销的产品 就是这些人 出了问题 就这些人出了问题 然后他的传播方式 是通过解说员 第一时间的传播 自媒体 第一时间的渲染 以及之后的发酵 迅速地形成 一个网络事件 直接造成 短时间内 相关人员 进入射死名单 对吧 我再呼吸重新一下 再说一下 好 好 在我们看视频之前 我想呢 给大家再铺垫几个 第一呢 拳头 你打人 是这么打 狠 还是 这么打狠 那显然是这么打狠 对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快了就是慢了 慢了就是快了 这有哲学 有的时候你要想向前 你要先回 再向前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理论上 中锋背身 出回胶 这是一条 足球场上 绝大多数时间的铁律 就是中锋背身 就是什么叫背身呢 因为你背身不能过人 除非有极端的情况 也就是说呢 你在中锋 为什么叫中锋呢 中锋就是你突在最前面的人 叫中锋 突在最前面 最前面的那个人 理论上 在没有绝对把握 完成突破射门的情况下 尽量的回胶 这一点 可能有的人理解不了 没关系 你要能理解的 你仅仅理解 你要不理解的 你去想一想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的中锋 你想想卢卡库踢球的方式 你想想莱万 包括凯恩的踢球方式 就是中锋 那当然了 有的是中锋 是前叉的 奥巴密尔 永远向前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就是但凡有 坐庄属性的中锋 他其实都是 倚助对方 球在巧下 把球控下来 等待一个时机 什么一时机呢 就是你的队友得跟上 第二体队得跟上 这个降机班 什么这个 这个冰凉没牌 都得跟上来 然后我把球 做回来之后 由我身后的 保护性接应的队员 实施二次分配 因为你背身 是很难传出来 真正有威胁的球的 也就是说 对方已经把你围住了 你出球的线路 基本上没有了 那么你得靠谁呢 靠你身后的这个人 我就想说 叫后排进攻 排球有没有 后排进攻 有没有 为什么排球 最后会发展出来 后排进攻 原来没有 对吧 尤其女排 最早哪有什么 后排进攻 但是现在 这个技术 已经是封魔事件 为什么 为什么不给前排的 因为前排 会受到对方 拦网的 集中的火力的压制 因为在往前 对吧 你船头往前 网口 他的整个的防守兵力 也都在往前 然后快速移动 之后 你的角度 他都看得很清楚 为什么前排拦网 经常都有三个人拦 就是他有移动的时间 那么当后排进攻 当后排进攻 这个时候 那么你后排的人 你的选择 你的角度 可就大多了 你可以打直线 你可以打斜线 是吧 这都可以了 而前排进攻 基本上 大概就这么快 而且对方 都是两三个人的拦网 你后排进攻 因为你这个角度大 因为你离开的网 那相当于这个视角 是吧 如果说你前面 短 大概就这么短 如果你再往前一米 那可能就这么长 就这么快了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攻击的视角 要更大 攻击的角度 会更大 造成你的拦网 就是不知道要拦什么线 所以我讲这个后排进攻 就是跟这个足球 这个是相关的 好了 现在大家都很希望看视频 我注意到有一些人也解读了 可能跟我得出的观点 不尽不尽相同 包括徐亮 徐亮呢 把这个 把这个 于大宝的整个的 第一个部分 就是当戴伟俊拿球的时候 第二部分 就是当戴伟俊突破了 两个人之后 第三部分 是当戴伟俊丢球的时候 我跟徐亮 有两个部分 是高度相同 就第一 他第三部分一定是做的 就丢球了他贪手 这个百分之百 没得洗 这东西没得洗 就你不论戴伟俊 是什么情况下丢的球 也不管是戴伟俊还是戴伟俊 你作为场上的一个老队员 你作为场上的一个 这个队员 包括你刚上场 同伴丢球了 哪怕他是非理性的 或者他有成错 那么你第一时间 你学C罗贪手 你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一点 跟亮的 高度相同 我认为 这个 这个 于大宝 贪手是百分之一万 是错的 是百分之一万是错的 那么第二部分 我跟徐亮也一样 徐亮认为 刚戴伟俊突破了两个人之后 于大宝的选择是没有错的 他在身后 在准备着这个接应 徐亮也说 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他只能在后边接了 而且在那个时候 戴伟俊帮帮突两个 然后又准备 在过第三个时候 或者是过了两个之后 前面有人防了 那么于大宝那个时候 是绝对不能动了 因为往往有时候你记着 有的时候 比赛当中经常会出现这样 本来这个队员是控制下来了 他想回敲 但这个人前叉了 结果传到身后去了 把自己队友给缓了 有没有这种情况 你在看欧洲的比赛的时候 或者是你在自己踢球的时候 有没有你队友拿球 你想前叉 结果他以为你要接 所以呢 他就一跑 你这一下 传到你身后了 是吧 你热搜了 哎呀无所谓 我这都已经这样了 我还在乎这热搜 我热搜第一位都有了 我还在义这个 好吗 就传空了 传空了 那么我跟徐亮了 就是关于第一个阶段 出现了偏差 我认为第一阶段 余大宝也没保有 但是呢 徐亮讲的是 就是他觉得余大宝应该去支援 余大宝应该去支援 就可能他觉得 但是怎么去支援呢 就他 我问他 我说你的意思是让余大宝前叉吗 他说也不一定是前叉 但是呢 得去支援 那么好 我们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这里边有一个细节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一个队员在场上 他有他的视角 那么这个队员 在一个情形之下 他有在这个情形之内 他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他的思路的体现 同意吗 我讲说 比如说啊 比如说 小偷 小偷啊 小偷在准备偷东西的过程当中 他的每一个举动 其实都有他的目的 比如说 这个你应该能明白吧 他看什么呢 他在看周围 有没有人能注意他 他看周围的情况 所以小偷其实正确是 偷钱前观察 偷完之后动 小偷 我一直跟 跟这个孩子们 这交流的就是 接球前观察 传完之后动 对吧 那么小偷是高度的 就是偷吃前观察 偷完之后动 对吧 这个很容易理解吧 那他为什么要观察呢 因为他要干事 是不是他要干事 如果他要不干事 他吱咚咚 走在街上 他什么都不想干 就想走路 他没事要观察 这干嘛呢 你想想 是吧 所以余大宝 在求飞向戴伟郡的过程当中 余大宝做了一些什么 能够展示出来 他当时要干什么 好不好 今天这场解读 完了之后 我想 如果你只要相信 我没有收余大宝的钱 除非你这个 你这个就认为 我是收了余大宝的钱了 那么 你就相当于 你的市场并位 已经清楚了 那我就没法聊了 你只要认为 我没有收余大宝的钱 今天的整个的 这一个分析 不仅是足球 逻辑 心理 多层面 综合的告诉你 这个世界 包括新闻学 传播学 我一直觉得 在中国 足球之所以 不能够有更多的 理性客观和相对声音的传递 根本其实在于什么 不是在于我们的水平底 而是在于 没有人真正的 愿意去琢磨和研究 就是没有人 愿意真正的去琢磨和研究 一件事情 就把它当做一个 自己很愿意去探究的 这样的一个事物 你说大多数人 没有常识 或者没有认知 这是对的 没关系 但是为什么 有很多很多人 他明明具备 这样的思考能力 和分辨能力 以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总结问题的能力 但是为什么 我们身边却极少出现 这样的声音呢 最主要的不是说 没有能力 就是人 没有这样有能力的人 而是说 没有把他当做 一个愿意去 投入时间精力 去琢磨事儿的 这没有这么多的人 没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也不挣钱 好吗 好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我去来根滑指 然后呢 我们通过视频 一针一针的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先明白 徐亮算专业的吧 徐亮跟这个杨旭 他俩沟通 关于于大宝的事 徐亮是分成三个阶段 有两个阶段 他认为是错的 有一个阶段是错的 是对的 那么于大宝看守 是百分之一半是错的 这个 我们两个没有任何的谋论 第二阶段 就是戴北军 过了两个人之后 于大宝在原地的 或者是在身后的接应 这个没有错 那么徐亮认为 球打起来的时候 于大宝应该去支援 好吧 杨旭呢 说的比较含糊 杨旭呢 可能不敢明面的 认为于大宝没问题 是有类型差异的 这个球如果是斯特林 肯定就上去了 但是德布劳内 有可能就在接 如果是布斯克斯 百分之一半在接 所以当你认为 于大宝是中锋的时候 事实上他在的是 一个前卫的位置 而戴北军当时 是在中锋的位置 因为你不能说 因为他踢中锋的 他永远都在中锋的位置 这是不对的 那么凯恩踢中锋的 凯恩经常回撤 对吧 凯恩回撤 给孙新民送的那些身后球 那怎么是中锋的位置呢 那绝对不是中锋位置 那叫中锋回撤 对吧 现在有很多人认为 于大宝是中锋 中锋就得前查 这是错的 我一个凯恩 我就能说明 谁说中锋非得前查 谁说中锋非得前查 那中锋前查 那菲尔比诺 警察回中场干嘛 干嘛呀 你说对不对 所以他很多人 也不知道菲尔比诺 他也不知道凯恩 他就知道凯恩是中锋 但他不知道凯恩是怎么踢球的 他就知道菲尔比诺 可能是六普的中锋 他不知道菲尔比诺 到底是怎么踢球的 为什么要频频的回到中场 这都不知道 这都不知道啊 其实呢 这两件事物 也不是说很难联系在一起 尤其是你又经常看球的人 但是他会忽略 他会忽略 本泽马对 本泽马姚世界跑 本泽马是姚世界跑 一会儿左边 一会儿回中场 姚世界跑 这现代足球 实际上 它在瞬间会有轮转和换位 那么你在什么位置上 你要去完成什么样的功能 而不是说给你定义 你是FM 还是CM 对吧 这些东西 我不知道 岛民有多少能听懂 但是我知道 全网没多少人能听懂 没多少人能听懂 就刚才我说的一段 没有 好了啊 那咱们稍事休息啊 稍事休息 然后呢 咱们就进入到这个视频的演示阶段 视频的演示阶段 我们来看一遍啊 看一遍 那么 首先呢 这个球呢 其实是比赛进行到第七十 七十五分钟 七十五分钟 七十七分钟 比赛进行到 能看清吗 啊 七十七分五十秒 当时呢 是沙特队啊 一离领先 那么沙特队呢 持续进攻 连续在外围把球控制住 我当时说呢 这有点危险啊 那么可以看出来的 中国队五四一的阵型 还是保持着的 那么这就是 本篇的主人公 于大宝先生 这是戴伟俊先生 廖立生先生 啊 金靖道先生 廖立生先生 高天义先生 啊 这是四个前卫 啊 走 好 这是五位后卫先生 啊 刘洋先生 这个 呃 郑征先生 朱晨杰先生 张林鹏先生 和 高准毅先生 啊 五 四 一 好 沙特队开始进攻 中国队这个时候 看啊 在这一侧的三个前卫 都已经退房了 金靖道 廖立生 高天义 五个后卫 一次排开 而这个戴伟俊先生 他因为是防守的弱侧 所以相对来讲 他呢 并没有落回到 和其他三个前卫 同等的这么一个局 而是相对的 靠近 中场 并且一度跟 于大宝先生 形成几乎是一条线 啊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最后戴伟俊先生 能不能拿到球的一个根本原因 那么 如果戴伟俊落到这 那其实 于大宝那个争议都不会存在 都不会出现 好 沙特 交 给这个人 然后两线之间去拿球 把两线之间去拿球 那么理论上呢 这个 中国队瞬间已经落到六后位了 高清义落回来了 刘洋应该是紧跟着 对方的这个 这个初阶的队员 哎 刘洋上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对方呢 横向有接应 横向有接应 所以沙特队的进攻的选位 是非常好的 他这个位置是在你的周围 所有队员的 这三个队员呢 离你三个队员同样进 又是在两线之间 他也是两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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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呢 对方呢 是在你的前位线和后位线 两线之间要做文章 而此时的 余大宝和戴伟俊 几乎是平行的 也就是说戴伟俊 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 他是怀揣着进攻的梦想的 所以他没有落到这儿 如果要是极致的防守 极致的541的防守 戴伟俊应该是在这儿 防止对方 这个人拿球 可以跟队友形成包夹 或者回座 你想象一下啊 这个球如果说是 沙特队这个人一脚船 他漏 他一漏 这个人没人看 往回一坐 这个人一上就打门了 也就是说呢 戴伟俊没有落回来 其实是导致 这个区域是有隐患的 当然沙特队 他也不是吉尔西 也不是利物浦 他也不见得上每次 都能够发现 或者利用好 中国队防守 可能存在的一个漏洞 所以你看这小球 他想传的时候 对不起啊 他想传的时候 突然之间刘洋的上墙 让他传球失误了 看 所以金静道就拿着球了 那么请问 这个时候金静道 做了什么选择呢 金静道在这个区域 是吃过亏的 所以金静道在这个区域 理论上他应该向前 远离本方的进区 并且争取能够向前进攻 是不是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吧 但是由于对方这个人 这个人瞬间就有可能包夹 所以金静道选择的是什么呢 金静道选择的是 回一敲 看啊 看转身 金静道选择 并没有向前打 并没有向前打 因为理论上 他向前打这个空间 可能是有的 找代表军 是可以的 但是呢 由于对方两个人在这 金静道如果传 对方一伸腿 如果挡下来 那不就是上一场打沙特 金静道和持中国 在这个区域的 传球的时候失误吗 所以金静道选择的是干嘛呢 回敲 选择的是回敲 回敲 回敲 而不是向前 向前 向前 金静道回敲给谁了呢 郑郑 郑郑 郑郑呢 没有第一时间往前打 因为太近了 他挥不了腿 所以他第一脚停球 是放回挺 这是一个经验的表现 他要往空档里挺 因为金静道回 显然是想让 郑郑往前打 因为回坐 往前打是最舒服的 但是由于那距离太近 郑郑第一时间呢 没有轮腿 并且可能郑郑觉得 我应该清楚一点 或者他觉得身后 胜大空档足够可以 腾挪 所以呢 郑郑就往回了 往回领了 往回领了呢 由于刘洋盯着对方的这个队员 那么只有一个人能接应了 是谁呢 高天忆 只有他能接应 看着啊 郑郑回 看 给了高天忆了 给了高天忆了 理论上高天忆 是不是可以转身向前 对吗 是不是可以 理论上高天忆 可以拿球转身向前 但是对方很快就逼上来了 大家注意郑郑在干什么 郑郑这个就叫保护性接应 来看 郑郑 跑到了这个区域 持球队员的后方 进行着保护性接应 如果郑郑 传完了之后不动 郑郑在这 高天忆死了 高天忆最后只能是 转过身来 架着对方 在这边进行 这个身体的纠缠 看看能不能拨一个 借外球什么的 因为他也出不来了 也转不过来身了 正是由于郑郑给了高天忆 迅速的进行了保护性接应 于是乎 中国队赢得了 向前解围的机会 给 打 好了 从这开始 就进入到 于大宝散布的 整个事件的 核心的 阶段 那么我现在想问大家 在我刚才给你放的 这段视频当中 有几次回传 有几次回传 几次回传呢 两次 第一次是金静道 回敲给 郑郑 这是金静道 转身 回敲给郑郑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 是高天忆拿球之后 回敲给郑郑 然后由郑郑 往前打 好了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中国队在这个区域的 两次操作 就可以 能够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 就是 无论是金静道 还是郑郑 还是高天忆 他们在自己 不能向前的情况下 金静道和高天忆 先后选择的 是回敲给队友 让队友呢 往上打 要比自己 直接向前传 或者自己 直接向前带 要稳妥很多 这是 等于说 于大宝散步之前的 十秒钟 中国队的金静道 和郑郑之间的 回敲 高天忆和郑郑之间的 回坐向上打 于是乎 就有了 于大宝的散步时间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球起来 往前打 好 那么中国队的 这个防守队员 郑郑 刘洋 这个 朱晨杰 张林鹏 高水一 这是五个后卫 都在这儿 三个 四个前卫当中的三个 一 高天忆 二 金静道 三 不是这个谁 这是 料理生 和金静道 或者是金静道料理生 金静道 这是金静道 应该是 我看看 我看哪个是金静道 应该是这个金静道 反正总颜值吧 是三个前卫 和五个后卫 都在这个画面里 而 这个人 是所有的 这八个人当中 跑在最前面的 这个人 只是在禁区前沿的两格 禁区16米 加11米 27米 等于说这些人 全都在自己的 防守的区域 而在中区域的 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戴宇俊 一个是余大宝 球开始飞 落地 弹起 看 那么也就是说呢 中国队这个球往前打 往前打呢 余大宝和戴宇俊 只有两个人 那么这些人呢 后卫还都在 基本上是禁区线后面 三个前卫 三个前 其中的三个前卫 又是在 集中在自己的左路 这个区域 没有任何人接应 没有任何人接应 也就是说这个活 只能交给戴伟军和余大宝了 因为离得最近的人 就离他们俩最近的人 还在这 那么这个球啊 其实一谈地呢 有一个事儿啊 就是这个沙特队队员呢 想勾这个球 结果呢 没勾上 没勾上 结果谈了一下 这个时候 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进攻事态 戴伟军有可能拿着球 也有可能拿不着球 而对方是一二三 三个人形成合围 并且这个第四个人 也是在回跑的路上 这个局部 你说一打三 可以 你说二打四 也可以 而接下来再往后看 中国沙特队的这个队员 和中国队的这个队员 和这个队员 这可能呢 是有可能会参与到 参战的这个部队 有可能是参战的部队 防守是这个哥们 能往回跑一跑 或者这个哥们 或者这个哥们 这个哥们可能远点 这俩能往回跑一跑 这个人可能能有一个前叉 然后呢 接下来看 在这种情况下 最理想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戴伟俊能把球控制住 但是你要说 戴伟俊能控制住 于大宝这个时候的前叉 他这个两个格是11米 也就是说 于大宝离这个球 或者离对方的后卫 最后这个后卫 是一个格 两个格 接近三个格 也就是说 大概有15米 有15米 那么这个15米的前叉 姑且就算 于大宝有这个能力 那么于大宝能不能认定 戴伟俊一定能把这球传出来 因为对方形成一个三角之势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什么呢 戴伟俊能把球控下来 不往前走了 因为如果往前走 一对三 除非梅西孙新明 这倒有可能 所以呢 于大宝当时的第一感觉呢 是这个球要么 就是沙特队会把球拿掉 那他在这也就算了 为什么 因为瞬间 戴伟俊已经上去了 他呢要补这个五四一的四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这个 如果戴伟俊能够拿下来 那他在这后面 形成的就像刚才 我们所演示的 就是金庆刀回传给郑正 郑正往前打 然后高天义 回传给郑正 郑正往前打 是像形成这样的一个机脚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 于大宝一定要向前 如果一旦被断 于大宝 戴伟俊被扔到这 那么接下来 对方至少三个人会投入进攻 中国队后续又没跟上 这个时候就会长驱止路 你想象一下 于大宝这个时候开始往前走 然后戴伟俊也往前走 但是戴伟俊就丢了 那么这两个人可能会扔在这 那么后续往上提 也不可能提那么快 那么这个区域就是 沙特队可能会利用的区域 然后瞬间就会形成啊 以图打扯 来接下来呢 还有一问题啊 注意看 这个时候戴伟俊有可能拿着球 也有可能拿不着 于大宝做了一个动作 是向左侧看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停到那一针啊 看 能看清楚吧 于大宝现在往左边看 这个球其实他还不知道 戴伟俊一定能够拿着球 因为你看处在这种状态 谁能够保证在这种情况下 戴伟俊已经被对方贴近 并且形成包夹 后边还有人拦截 在这个区域 你告诉我 谁能够保证 戴伟俊一定能把球拿下来 没有人能保证 那么于大宝此时的这个观察 就已经展示出了 他存在的 就是他当时的想法 就是他如果要跑 他就早跑了 而他在看 就像小偷 他要干一件事 他要观察 他观察什么呢 他往左侧观察 他想看一看高天翼 能不能上来 因为他可能余光能看见这 因为他开始是往这边看吧 他的余光可能能看见这 但是他身后的盲区 他是看不见的 所以他只有扭头看 这个脸能看出来吗 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看啊 来 这个观察 看啊 因为这时候余大宝 哎 扭头了 他扭头是想看左路 能不能有人跟上来 啊 再看一下他扭头的这个动作 哎 这个扭头的这个动作 他是第一遍扭头是在这 哎 这是第一遍扭头 能看出来吧 能不能看出来扭头 那脸是白的吗 他第一遍扭头是在这 那么戴伟俊 又一次扭头 看见了吗 第二遍扭头 这是第一遍扭头 这是第一遍扭头 这是第二遍扭头 明白了吗 这是第一遍扭头 整个脸都是白的 往左边看 他一看呀 人没上来 这时候呢 戴伟俊拿着球了 他第一遍扭头 他觉得戴伟俊 没准能把球给他 因为这个时候 你想戴伟俊这个身位 对方三个人在他身前 如果余大宝在这 在这 在这 是不可能 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机会的 余大宝如果说 再往前提 对方往这一拦 你这个传球线路就没了 所以他要打开角度 在这接四周 方圆十五米没人 你能告诉我 这个位置是错的吗 你一定非得往前跑 在这是对的吗 不对 不对 余大宝在这 基本上跟废了一样 不可能 因为戴伟俊的这个 身前的这种 两个人的拦截 怎么可能让他把球 能传过来 你想想 如果余大宝在这 那么戴伟俊转过身来 想往这个方向 给他的时候 这个人是吃素的吗 所以余大宝身边 没有任何人 假如余大宝身边 有一个人他不动 你可以认为他不积极 或者这个时候 选择是错的 但是余大宝身边 没有任何人 只要他拿出球 他可以出带烟 再决定自己 往哪传 这是第一次 转脸 他看左边 看高天义上不上来 接下来 这个戴伟俊 开始实施了 他的一个 出人意料的举动 就是一般来讲 没有人会在这过人 如果是在对方 进去前沿 这个事可以理解 就是你突了过去 赌一把 拿了能打门 如果对方只有两个人 平排 可以理解 对方是一个三个 请计较之士 你突然间选择过人 这就证明着戴伟俊 确实是 意高人胆大 这个没得说 戴伟俊身上的所谓的 这种持球向前的 这种这种事态 是不是传统中国球员 他是一个 非常非常欧患球员 而突然之间 戴伟俊选择突破 是出乎 俞大宝的意料之外的 所以俞大宝 当时已经 没法再做了 假如俞大宝 能够知道戴伟俊 他把他俩过了 并且球不丢 那么兴许 余大宝会到这接来 兴许会到这接来 但是一般来讲 前锋 他俩实际上是有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换位 那边前卫冲上去了 在整个要求防守的 为主的情况下 俞大宝实施保护性接应 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他向左的 有头 就证明着 他想等戴伟俊回敲 然后如果左路的人上去了 他从容当中 一脚打身后 这事就好了 但是他没有想到什么呢 戴伟俊第一时间 没有转身 如果是老二 这个球只要一转身 一回敲 就打上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还有右路 高准一 从这 正在悄悄的跟上 一会儿你看能看到 当戴伟俊丢球的时候 中国队场上队员的位置 好了 戴伟俊突然间实施 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形的 这个独狼计划 开 拿球 看啊 这时候余大宝 呦 这个时候 突然间把他给过了 这时候余大宝根本上不去了 不可能再上了 所以余大宝第二次选择的是 一个接应状态 这个时候余大宝实施了 第二次向左路的观察 看 看见了吗 看没看见他观察 看啊 看见了吗 我不知道这个 这个视频清楚 看 又一次向左路观察 他的意思就说呢 小戴 好样的 我第一次以为你会转身给我 所以我提前观察了 但是你选择突破过人了 非常棒 那么这个时候 你能不能看见你哥在这 你给我回一个 你给我回一个 那边天翼兄弟上去了 我一个右脚内脚背 直接搓这四号 顺后 天翼就有可能就上去了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谁呀 戴伟俊一过二之后 他已经觉得这个世界 就只剩下他一个 孤雍者了 在很多的足球比赛当中 当有一个人一连串 完成了一连串的 漂亮的动作之后 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你看我们有很多的高射炮 很多的这种匪夷所思的 这种歪霸的机箱的射门 其实之前都有着非常漂亮的 一系列的突破和过人载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 其实他已经停不下来了 但是余大宝会认为呢 如果他能停下来 他回敲 余大宝在一个非常舒服的 非常非常舒服的空间当中 将会轻松愉快的送出一迹 向左路的防守落策 为什么说防守落策呢 一二三四 这四个基本上都在这 那么这一侧是落策 防守落策的一个过顶船球 那么中国队高天翼 作为当时的左边前卫 我们一会儿看一看 他在什么地方啊 是不是有可能 形成一个更好的进攻事态 徐亮所说的 在这种时刻下 余大宝已经根本不可能完成前查 他也不用跑 他跑干嘛 他跑离对方可能能近五米 但这五米没用 因为他身边15米没人 他为什么要移动五米呢 你就给我 我就打就完了呗 但是这个时候 戴伟俊已经抑制不住了 继续前进 应然在拖 他完全可以把球踩下来给 因为对方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 戴伟俊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 把球踩下来回敲 余大宝再给 但是戴伟俊这时候就准备要凸了 所以这个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余大宝始终扮演着一个 在斜后方等待接应的 这个角色 因为他两次向左侧观察 如果他意识不到这种 他能接到球 他为什么要观察呢 他观察是为了 他一旦接到球 他要干什么 做准备 那么戴伟俊就开始上了 这个时候已经没有 没有任何的 没有任何的这个机会了 看啊 看啊 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所谓徐亮说的第三个时间段 戴伟俊被断了 注意看这个人 这个人我现在弄不清楚 有可能是刘洋 这个是高准一 那么想象一下 这个球如果真的能够 打到余大宝这 高准一这个空间 刘洋这个空间 是不是可以利用 因为对方两侧全美人 所有的这个防守兵力 都在中路 都被戴伟俊所吸引过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中国队第二季队上来了 但是戴伟俊已经把球丢了 料理生 高准一 可能是刘洋 这个应该是刘洋 或者是高天一 我看不太清楚 然后这是余大宝 那么如果说 戴伟俊突破两个人 并且继续突破 是让对方 防守队员都只能收缩 那么这个时候 真的如果一个脚小的回传 中国队两翼将会形成 对对手很大的威胁 那么这个时候丢了 丢了之后呢 不用想 余大宝的所有的错误 就在这个阶段 是板上钉钉呈现的 就是他摊手了 看 摊手了 不是高天一 我再确定一下 那是刘洋 看刘洋 刘洋上来了 看啊 这个时候如果他能够 把球传回来 没有任何难度 就这个处理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因为对方是不是向启渡向你来 对方是在退的 你只要把球踩下来 往回一跤 绝对没有问题 是能做到的 但是我说了 高 戴伟俊这个时候已经杀疯了 已经杀疯了 这就是他的特点 将来呢可能会有惊喜 但这个场景下 他的这个选择 直接把他哥 大宝哥 给推到了这个历史的 持有助长 看 贾宗作还踩单车的看 看 你看看刘洋 你看看刘洋和高准一 当时的状态 这球丢了 一丢完之后 你看啊 刘洋刹车 注意啊 高准一在干什么 刘洋在干什么 廖立生在干什么 和余大宝在干什么 余大宝是表现最明显的 在贪手 所以这一点肯定是错的 那么你看看高准一和刘洋 他们是什么姿态 看看啊 看 高准一刹车了 丝毫没有及时往回走的状态 为什么 他太失望了 他好不容易才上来 但是球丢了 而这个刘洋是刹车了 但是你看啊 刹翻车之后 整个这个姿态 看高准一还在仰天长叹 刘洋呢 也是一种失望的一个状态 然后你看 其实贪手的不止于大宝 还有高准一 还有都已经泪成锣锅的 料理生 泪成锣锅了 料理生 然后呢 戴北俊丢球 谁丢谁抢的原则 戴北俊很积极 高准一是一个迅速回防的姿态 高准一已经觉得世界坍塌了 而于大宝这个时候 没有第一时间上去 高准一在低头 因为他知道这一次上来 已经靠了自己几乎全部的力量 料理生在走 因为他已经没劲了 精进到高准一 还有劲 因为他们刚上去不久 那么这个时候的于大宝 应该是提出批评的 因为他没有第一时间 更积极的姿态去进行反抢 他还沉浸在戴北俊 下代 导致 我没有接近上 导致中国队这次进攻 本来可能形成威胁 但是瞬间 前场丢球球拳 又进入到防守状态 所以他还沉浸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负面情绪当中 所以这一点的 这个时候的于大宝 是不应该的 然后接下来看 高准一低着头 低着头 拥抱彩虹 还往回走呢 看到没有 然后其他队员开始 你看这料理生 已经跑不动了 那是料理生吗 这是谁呀 刘洋 是刘洋吗 刘洋 刘理生 刘理生吧 刘理生在这走 高准一 于大宝 戴美军很积极 因为他丢的嘛 他必须得去抢 你看这时候 还低着头 最后终于还得往前 缓了缓 料理生 又开始往回跑 刘洋队又开始做进攻 这时候刘洋 从这儿回来了 出现了 回来了 然后中国队又进入到 一个阵地防守状态 于大宝还在弹手 还在跟戴美军 表达着自己对刚才 他这个选择的不解 然后就完了 好了 朋友们 我讲完了 我讲完了 整个的这个过程 我们再看一遍 好吗 再看三遍吧 想配合 刘洋上去 金镜道 拉球转身 回销 郑争 领出来之后 给高天义 保护性接应 郑争往前打 球谈地 沙特队一懂没有 于大宝在后面 戴美军 于大宝两次观察 戴美军没有传 戴美军继续突 球丢了 刘洋 高天义 高准义 在前场 料理生 然后于大宝没有抢 快速回来 慢慢的再回来 金镜道的延缓 重新落位到五四一 沙特队拿球 两线之间 想做配合 刘洋上抢 金镜道断球 控球转身回波 然后高天义 回销 郑争往前打 于大宝向左看 第一眼 戴美军突破 于大宝第二次 向左看 但是戴美军没有回销 刘洋 高准义上去 回不来了 料理生累了 戴美军在抢 于大宝在贪手 中国队逼抢 然后延缓 然后高准义 刘洋 料理生回位 金镜道回位 沙特队拿球 做配合 刘洋上抢 金镜道断球 回波 回带 横向给 回敲 左脚往上打 然后戴美军跟对方拼 于大宝第一次观察 戴美军一关二 于大宝第二次观察 戴美军继续向前 横向带 对方伸腿 合围断球 刘洋 高准义 失落 往回跑 料理生往回走 戴美军在积极逼抢 于大宝在贪手之后 也回到自己中锋的位置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 有没有余大宝 快速前插的可能 这里边呢 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个事呢 就是前插一定是要在 对手 队友能把球 基本上能把球传出的情况下 你再前插 如果队友的身体姿态 是不可能往后打的 旁边也没有人接应 他为什么要前插呢 他怎么能前插呢 就是当时 戴美军拿球的时候 沙特队是这样的一个姿态 那么请问 这个时候 于大宝 这个于大宝 在这个情况下 他往哪前插呢 他就是往这前插 他怎么才能传出来呢 怎么才能传出来呢 而一旦 于大宝在这 如果这个球 于大宝前插了 戴美军还是丢了 那么 刘洋 于大宝 高准义 料理生 瞬间 这四个人都没有防守能力 你别看于大宝 在这 他没抢 他摊手了 但是他封了对方一个线路 他封了对方一个横向的线路 所以说呢 攻中带手 就是什么情况下 假如啊 这件事是这样的 就是料理生 拿这个 如果戴美军是这样 戴美军这打球 于大宝 你可以插 可以插 当然了 杨旭说了 他不是这个类型 他可以横向接 你给我 你插不一样吗 都是二打一嘛 都是局部二打一嘛 对不对 我们所说的局部二打一 就是在这儿 你说你在这儿拿球 对方二旁二 你是插 也可以 他打伤后 你是突然间横向接 给他 你再插 他再给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吗 有人说于大宝要前插 但是前插的目的 就是前插 他有时候是 为了给队友拉开空间 是吧 不用拉开 于大宝身边 15米为人 那本来就是空间 你原来你前插的目的 如果是为队友拉开空间 你自己本身就占据巨大的空间 你为什么还要为队友拉开空间 你想象到吗 就如果说你身边有一个人 你前插 他跟着你走了 你这是为队友做空间 你身边本来就没人 你为什么要前插呢 你为什么要前插呢 就是你至少这个前插 是不具备 为队友创造空间的 这个可能 因为你本来就占据空间了 而且前插的概念是什么呢 你的队友是能传出身后球 那么在那种姿态下 一对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球 其实戴伟俊能一过二 是一个小概率时间 对吗 戴伟俊批了扑路能过去 是一个小概率时间 尽管他在这方面有足够的能力 但是他真的把那俩人过去了 是一个小概率时间 那么直到他过去了 有可能有一个瞬间 是可以前插的 但是当你看到你队友 一对二的时候 你能想到你这个队友 一定能把他过了吗 所以说 一个队员什么时候前插 是基于你的队友有能力 或者有机会把球传出去 我再举个例子 我们曾经跟这个 我们球队的编后卫说过 你比如说 这是左后卫黄子杰 黄子杰在这 这是吴王 这是吴王 然后这是对方的防守队员 然后这个呢 是对方的一个防守队员 这是黄子杰 那么当吴王是这么拿手的时候 黄子杰可以前插 因为他能传出来 如果当吴王是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 他如果还是一位前插 就不对了 他应该回去接应 因为吴王在这种身体姿态之下 是对方包夹的情况下 他是传不出来 或者是极小概率 能传出身后手的 那么这个手就不要再上了 你要退一步 在这接 就像这个 就像这个谁 这个正争去接高天意识 给这个 对方上来 导出来 孔刘荣 男子杰 戴友哲 出来了 所以我们那时候 包括老大 小戴 黄子杰 踢边后卫的 都出现过这种情况 就是你的前卫队员 还没有调整好姿态 没有百分之百 百分之八十九十的把握 能够送出身后手的情况下 他这哥们就上了 我说了 如果是这个姿态 没问题 传出来了 没问题 如果是这个姿态 如果是这个姿态 你还上吗 你还上吗 你可能上不出来 能上吗 这能上吗 这能上吗 上不了 所以你这时候就要在后边 一回 一转 出来 金庆道 高天翼 两次回敲 在同一个场景之内 之前十秒钟不到 发生的两目 就证明着回敲往前打 或者回敲再往别的打 是足球比赛当中非常重要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戴伟俊当时所处的位置 是中锋位置 那么中锋 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 背身回敲 是很正常的 但是戴伟俊的突破 没问题 很有勇气 但是戴伟俊的突破 在当时 不管是余大宝余小宝 他都可能会出乎他的意料 他没想到小戴 居然俩人家的 他居然还要过 所以他不可能想象着 戴伟俊突然之间 能够把俩人过掉 如果他能想到这一点 有可能余大宝应该检查 但是即便说他想到了 戴伟俊 这个第一下的时候 说突破 过人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就有空间了 他不用差 这个时候 他相当于是前腰队员 你把戴伟俊想象成为中锋 你把余大宝想象成为 前腰能够分球的人 你就能明白 在那个时候下 他的这个保护性接应 是完全正确的 包括最后这个定格 如果这个球传给了余大宝 左边的刘洋 右边的高准翼 是不是都上去了 所以有人说 中国对的进攻打得不好 说打到哪算哪 这恰恰是唯一一次 有可能真正的形成一个 无意识解围 最后能够形成机会的 这么一个场景 就是正争的一个大小解雷 沙特对这个 一躺那球没躺好 戴伟俊拿入了 这个时候余大宝在身后 同时两翼高准翼 刘洋高速前叉 戴伟俊回敲 摆脱两个人之后 回敲余大宝往左打 找刘洋往右打 找高准翼 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两个人形成内切 或者是底线传终 门前再去包装 是有可能的 形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呢 由于第一时间 戴伟俊选择突破 出乎了余大宝的力量 然后也甚至 也出乎他自己的力量 然后接下来 就贬义成为孤胆英雄 继续过 而没有实时回敲 求丢了 余大宝贪手 百分之一万 是错的 然后刘洋和高准翼 几十米的狂冲 包括廖立生 化为乌勇 化为乌勇 就这次 突然间能杀了三个人 但是很遗憾 求丢了 求全丢了 然后余大宝贪手 然后对方呢 也没有打击 由于又精进到的延缓 然后呢 赢得了一定的时间 高准翼 刘洋 廖立生 迅速回位 余大宝 还在自己的中锋位置上 寻寻 继续回到五四一的基础站位 有人说 不聊了 没什么意思 是这样 你要认为我聊这个事 只是为了普及足球基本的东西 你就错了 我现在 其实是在为中国足球的 舆论 环境 去发声 我认为此风不可咋 就如果 未来任何一个队员 从无锡 从张希哲的一个回传 到无锡的一个 一个 多球 再到余大宝的这样一个接应 先后被称为网爆 射死的对象 那么中国的 这个足球舆论环境 已经到了 必须要去进化 必须要去发声的一个时候 如果这件事情 继续往前扩大 那么将来受害的 不仅仅是男主队员 也可能是女族队员 如果你在联想到之前 中国有一些体育的选手 当他们失败了 当他们没有拿到冠军之后 所遭遇的这些情况 这已经是一个中国的 新闻舆论环境的 一个致命的问题 一个致命的问题 它不仅仅关乎着 一个足球的棋栈树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说保护性接应 或者是一个回销向前打的问题 它是一个 如果将来这件事情 就是这样了 那么每场比赛 我们都得揪出来一个背国下 每场比赛 我们都得有人 有裹脚 或者有球员 遭受这样的网爆 那么请问 中国足球的文化 究竟是什么 中国足球的舆论环境 究竟是什么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文化当中 没有人发声 任其肆意横行 请问 我们身边的足球 将会是什么样的足球 中国足球 真正的希望 到底在哪 谁在主宰着 中国足球的舆论 是真正懂球的 还是真正热爱足球的 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无锡被网爆 我是真的很震惊 因为之前张锡哲 王刚 我还稍微还能够 有的时候 还能比较轻松的去表达 但是无锡遭遇的网爆 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明确的启示 就是这样的一个队员 平常也没有劣迹 对吧 也没有什么文身的 也没有什么搞对象的 或者是四处喝酒家 或者是干什么的 而且比赛当中 也一时静静夜夜 基本上打满了每一分钟 拼命三郎的车 最后被 人带节奏也好 然后又被人家 这个反复的这种 这种抽拉也好 最后成为了一个反面的 一个点击 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你不觉得这很可怕吗 你不觉得中国足球的舆论 已经完全全 不是真正的热爱足球的人 不是真正的动球的人 不是真正的 这个能够理性客观表达的人 可以左右的 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 一个可以肆意 对任何人进行网报 只要你做的某一件事 不符合 大众对国足的某一种 这个认可 只要你在比赛当中的某一个细节 被懂的 或者是不懂装懂的 或者是明知道懂的 但是装傻的人 包括无良子媒体所带动 最后形成网报之事 那么请问 这个环境当中 中国足球的土壤 怎么改变 中国足球的文化 怎么建立 中国足球的舆论 作何引导 是不是 为什么 不 现在 忍不 不 宝贝 不 什么 不 亮子呢 给我回复了 就是我提醒亮子 我说他在第一个期间段里面 他曾经有一次向左侧的观察 我说他向左侧观察 明白着就是他已经决定要接 就是他是有想法的 他并不是说我不作为 你别看他慢慢在后边 他实际上是看了 做这个事的 是小戴 如果你已经往回一敲 我就往左边打 所以亮子可能之前没注意 这个向左观察 亮子说就是 遇到宝 最大的问题就是小戴丢手以后 他的摊手 他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所以这件事是这样 就是丢了球摊手 这件事确实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包括C罗尔前阵子也是这样 对吧 包括他在高主因也是这样 这个确实是不对的 这个确实不对的 但是这件事引起的是 首先的是他散布 如果是摊手 这件事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的可以 可以去伸张的 你摊手肯定是不对的 但是他真的散布了 这里面就包含着 足球的基础的一些证据 如果说你从一开始就说 他不应该摊手 这事我绝对不发生 我也会认为 余大宝摊手就算了 那么现在你告诉我 你是接收的信息是摊手 还是说接收的信息是散布 不许跑 不往前跑 肯定是后者吧 黄牌是拖时间 那是演戏了 那是演戏了 他上帝其实也带着 搞事 他经验比较多 他就是搞事的 意大利后卫也躲球了 所以今天呢 我就把这事表达的 我知道有的人可能能接受 有的人可能听不见能听得懂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对我的孩子 如果在同样情景下 摊手是绝对不允许的 但是在那接应 我认为是对的 是对的 能听明白是吧 能听明白是吧 所以如果 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了 一般的球衣就算了 如果你看到有头有脸的人 他说余大宝是错的 那么你就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是否注意到 余大宝的两次向左色观察 你就问他这一个问题 如果他说我做到 我看到了 那好 那你就可以继续听他的 如果说他 我什么 什么时候观察 他不知道 他没看到 那就证明着 他根本不知道余大宝 他是想什么 你都不知道 他当时怎么想的 你怎么去评价他对错呢 对吧 你都不知道 因为小偷回头 我肯定知道这么想的 对吧 余大宝回头 我也知道这么想的 他没事的回头干嘛 因为他要往左色看 他要看 因为中国队啊 打反击 其实就是往前打 张玉玲拿着球 往回一坐 给好军敏 好军敏 把我那边一弄 高准一上去 或者是把把回一敲 敲给这个廖一生 或者徐欣 徐欣再把人一打 刘阳上去 只有这一招 只有这次 没劲打出来 但是很遗憾 没有传出来 李肖鹏就练了这一招 我都能看出来 别的没招 所以 因为李章玉 你能拿着球 而戴北军这次 能拿着球 还源于一个偶然 因为正整一个大脚 没想到 变成了一脚长盘了 而戴北军 突然间的这一个一锅二 前面中段主将开 所有人都会觉得 不可能 但是他过了 但这个时候 如果能够回敲一下 再打出去 这就是 最好的反击 最好的反击 对 大宝没有喊 对 大宝路 一二三 这个事啊 我能明白 就是咱们这么说 你甭管你是什么 你什么态度 就是我 我不相信 在中国 能有超过五个人 像我这样分析 不超过五个人 刚才有人说 甲天宁分析了 是吧 就是人呢 有出杀疯呢 你明白吧 就是 就是当你 当你 他一六 非常漂亮的动作之后 你根本停不下来 所以戴北军那时候 就很难停 很难停下来了 老贾和我说的一波影响是什么 再压缩一下 你看 这一般情况下 都觉得是前叉吧 他也不知道谁对谁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对手 他也不知道是当时什么情况 但他可能这个事 他觉得理论上应该是前叉吧 第一感觉是前叉吧 他要看见两个回头 他就知道了 他第一次回头就不想叉 谁叉还是回头 有毛病吗 对吧 因为他都不知道 戴北军能不能过去 能传过去 他叉什么呀 他等着就戴北军一转身回来 老二转身 老二转身 他往回打 行了 我就今天聊到这吧 这段太长了 你说那帮黑子能看完吗 你说那帮黑子能看完吗 贾天宁是雅族连讲师是吧 我跟贾天宁啊 其实贾天宁最早也瞧不起我 所以我跟他呢 平常就是见面就不高 他以前在皮皮体育也解说嘛 我们俩见面就俩 就是读到 没有多一句话 你逼你问的 因为我知道 他属于他以前提过球 后来呢 做片子在零地儿来 做得不错 但是我跟他呢 确实也没有机会什么共识 也没有机会怎么着 他因为我没这样人讲师 对吧 我能理解 但是呢 我渐渐的发现呢 从打离铁那开始 就贾天宁的东西 我开始看看 我至少觉得 这个哥们的底色是好的 就他能够 他的事实做战术分析 这个东西其实没流流量 哪有骂国族流量大呀 有多少人说真正的能够静下心来看十几分钟 一个记战术分析 对不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跟他有什么联系 我也没有他连信 但是我觉得 他是真正的想去 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去表达 他很理性 很客观 我觉得挺好 如果说他的认知 跟我的判断是一样的 那我觉得 这东西再次证明 你说这是共同的价值观呢 所致呢 还是说专业能力所致呢 其实我更相信 是共同的价值观 因为分析这个东西吧 可能对普通的球迷来讲呢 难点 但是对你但凡 说你愿意琢磨和研究的人 但凡你有一定的足球实践 其实不难 只不过没有人愿意 去付出时间和精力 去做分析 就是你看 就是老二 我老跟他说 不是老二啊 你呢 你分区域 假如你拿球的时候 是已经看见进区线了 你就往死里过 好吗 没问题 你就往死里过 你就突 但是如果你在中场 中前场 更别说后场了 你拿球比转两个圈 上来两三个人 你就把球分出去 你给后边一座 给吴王 给顾伯瑜 他俩往旁边一分 你想啊 你就吸引了两三人了 旁边肯定我们是以多大少 就这个意思 盖北俊 已经一个人吸引了至少两个人 他过了两个人之后 他又吸引了一个人 相当于他吸引了三个人 这个时候如果能传出来 他第一时间传出来都可以 因为当时他顺便有俩 他又已经赚了一个了 对吧 但是我在这儿不是批评戴北俊 我在这儿不是批评戴北俊 戴北俊能有勇气一过二 这非常好 接下来年轻人杀不住了 就想干了 也没什么错 但是你不能说于大宝 在散布 但是他贪 他贪手 肯定是不对 但是他没有散布 有的时候胜死闲情信不 有的时候相反 我不动 以动 以静之动 有的时候别人都在动 他不动 相当于他在动 深吗 快乐就是慢乐 慢乐就是快乐 有的时候我动敌不动 敌动我不动 相当于我在动 对吗